向往的生活这道老牌慢综艺越来越无聊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常驻嘉宾阵容不变 对于老粉们来说算是一大优势 毕竟能够让大家找到熟悉感 但没什么综艺感的嘉宾常驻 却不见的是什么优势 比如后续加入的张艺兴 一开始因为与黄磊合体 让观众重回极限挑战 但时间一长 张艺兴没什么综艺感的短板就暴露出来 没了孙红磊黄博这样的嘉宾带动 黄磊本身也不是走喜剧路线的艺人 这就导致没人带张艺兴 他自己想办法制造的话题也没有好效果 完全不像极限挑战中的小绵羊形象 那么有机一点 张子峰和彭玉畅常驻的时间较长 最早也是因为兄妹组合的模式带来了许多看点 但两人算得上是青年演员中的实力派 却并不能称得上是有喜感的综艺卡 这就导致两人在节目中也变得可有可无 何炯和黄磊也不例外 两人会输出各种各样的话题 但偶尔也会让人觉得说教意味明显 再加上节目请来的不只是他们的老朋友 还有一些娱乐圈中的新人 两位老人与他们格格不入 而年轻嘉宾又起不到带动作用 很容易让节目显得尴尬 由于向往的生活主题一直没什么变化 形式上也大差不差 想要吸引观众只能是嘉宾制造话题和乐趣 下一季原有的五人依旧常驻 显然无法将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但新加入的常驻嘉宾大华 却有望弥补目前向往的生活的短板 他在手机节目中的表现就很是出色 因为与各年龄段的嘉宾都能迅速打成一片 直接活跃了节目的氛围 有了他就不用担心向往的生活 让人觉得乏味无趣了 不过真正能够让向往的生活 下季火爆的还是这三位飞行嘉宾 从节目的路透来看 下一季将迎来最过躁的三位嘉宾 但观众却很满意 甚至直言这三人就是王诈 对于宋丹丹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但很多观众都停留在春晚小品时期 不过看过向往的生活第一季的观众 想必对宋丹丹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他不仅是备受大家尊重的老艺术家 还是个妥妥的综艺卡 由于宋丹丹很少上这类综艺节目 尤其是有自己熟人常驻的慢综艺 因此当宋丹丹在向往的生活中亮相时 给人的感受与其他综艺有明显出入 不再是端出一副长辈的姿态 也不是大搞一言堂 而是有什么说什么 很接地气 比如自曝他为什么叫宋丹丹 当时有哪几个被选的名字 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宋丹丹的原因 再比如他自创的丹是英语 在节目里也是张口就来 怎么不标准怎么来 一点明星包袱都不打算要 还有跟着黄磊一起吃坏肚子 都让人记忆犹新 除了宋丹丹以外 与他同期亮相的还有沙翼 虽然沙翼不是这档节目的常驻嘉宾 但已经参与了多期节目的录制 每次来沙翼都是雷打不动的干活 一开始是被黄磊和何炯套路 只要两人一夸沙翼 他就心甘情愿地干完所有的活 还刺着大牙乐 后来这招对沙翼就没什么用了 跟大家混熟了以后 他也开始摆烂 在上一季节目中 由于蘑菇屋搬到了海边 一旦下雨 大家就不需要出去干活 沙翼知道这一点后 从房间走出来就开始求雨 结果雨还真的被他等来了 别人都躲得远远的 原本一脸惆怅的沙翼却乐开了花 直接用手就开始接雨水 光看他的表情就知道 这恐怕是他这一辈子 最希望雨不要停的时候了 然而过了一会儿雨不下了 沙翼还是没躲过 跟着黄磊 彭玉畅等人一起出海 他一百个不愿意 但还是乖乖跟着去干活 前脚笨拙的爬上了船 后脚似乎就忘了 自己是要出海去干活的 对着眼前的摄影师各种挑衅 但高兴不过三秒 运船的沙翼立马就念儿了 这次明显不像是逃避干活的样子 纯粹是不适应坐船 毕竟回去之后 他就逮着其他嘉宾 哭诉刚刚自己的经历 明明啥活而没干 但他却像是最累的那一个 简直是又惨又好笑 有了沙翼和宋丹丹 就已经有足够多的看点了 不过更令人惊喜的是 在这一期节目中 陈赫也将作为飞行嘉宾参与录制 陈赫是为数不多 从演员到综艺转型成功的艺人 他在综艺中的表现 甚至远超影视作品 显然陈赫天生就是吃这晚饭的人 从奔跑吧 常驻到武哈 再到各路综艺中担任飞行嘉宾 陈赫的人设几乎没怎么变 在奔跑吧就主打简陋 虽然又懒又缠 但喜感不减 到了武哈也是如此 邓超和陆寒根本带不动他 陈赫一直都有自己的节奏 而他也把这种特点 带到了向往的生活 早前参与录制时 陈赫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如环梅到蘑菇屋 就提出想吃佛跳墙 让当时需要通过劳动 来换取食材的黄磊等人 不知所措 还没来就想着吃 还是难度如此高的菜品 陈赫是完全没把自己当外人 到了干活环节也是如此 慢慢悠悠的干活 偶尔还会偷懒 但这样的陈赫 又没有让观众觉得反感 因为他实在是太有梗了 给节目组送两只羊 都得把奔跑吧中的梗拽过来 不仅如此 好脾气的陈赫 也不怕被人开玩笑 黄磊看见陈赫 就喜欢拿他开帅 但每一次陈赫都是憨憨一笑 丝毫不放在心上 只有这样才能给节目 带来更多的话题 让观众真正感受到 这些嘉宾像朋友一样相处 而不是互相追捧 让人有距离感 可以说宋丹丹 沙翼和陈赫 是截然不同的三种性格 把他们聚到一起 不仅各有特点 还能融合到一起 这一次向往的生活 总算选对人了 你最期待哪位嘉宾的表现呢 我认为真正感受到 所以我最期待不消 最期待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